第八十二集 吃饭地点在电视台旁边的日料餐厅 没几步就到了 才入座 编导就不停地看李赞 忽然说道 你是不是去年 那个维和特战队节目里的 啊 对对对就是李赞 这名字我刚才听着就要说 当初放那期节目的时候 台里好多女同事话吃呢 栏目组幕后多为女生 这行的从业人员表达喜好都很直接 李赞只是笑而不语 宋然则偷偷勾了一下她的手心 那期节目就是冉冉派的吧 当时驻地里头有我们的记者 可驻地的政委要用自己选的 我们还吐槽呢 没想到成片出来 真的很棒 男主角拍得太好了 现在想想 原来是一对呢 其实那时候没在一起 但我猜 你那时肯定喜欢她 对不对 李赞侧头看宋然 宋然 宋然 敏唇笑 点了下头 嗯 在座的各位单身姑娘都学着了 众人善意地笑起来 宋然也笑 轻轻往李赞肩上靠了靠 这时编导问 李赞尔 李赞尉现在在哪个军区啊 江城 以后会来敌城吗 冉冉这实力 只有敌城的发展配得上她 宋然心里一紧 她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看看李赞 正想帮她打圆场 李赞以淡笑着接过话来 军队里头调职没那么容易 但也有可操作空间 留给那些准备充分的人 我再慢慢计划打算 可能需要个一两年吧 宋然一愣 竟不知他心里为他做过这种筹谋 周围的人都已经轻声起哄了 幸福哦 真好啊 李赞尉 我敬你一杯 敬为和兵 敬军人 周围同事也纷纷端起酒杯 哎 我们也要 敬军人 谢谢 李赞端起杯子 与众人亲碰一下 收回手时 宋然双手捧着小小的清酒杯 目光璀然地等着他 我也敬你 李上尉 李赞弯唇一笑 和他碰了下杯子 将杯中清酒一饮而尽 周日 李赞乘飞机回到了凉城 宋然也从酒店搬去了妈妈家 撒谎说自己刚到 他终于肯来地城 燃宇薇自然高兴 破天荒地详细询问了 跟他对接的栏目组的成员信息 还有意无意说道 谁谁谁在工作中 都受过他哪些恩惠 宋然心里敏感 当即说了句 你放心 我做我自己的事不用靠你 也对 拿了普利策 你已经是独当一面的记者了 不靠我也能做得很好 他语气虽然不太好听 但也并非讽刺 宋然居然不太习惯 暗想母亲是不是因为她的病 才格外迁就了 可不论如何 宋然搬过来之后 母女俩的相处难得融洽了少许 唯一麻烦的是 宋然在家里不太好跟李子联系 要躲着燃宇薇 手机基本静了音 聊天的时候 一本正经地装作在工作 偶尔聊到想笑的时候 只能忍着憋着 打电话 也得趁着燃宇薇回了房 躲进被子里 到了周末 李赞来地城看的 他便跟母亲说郊外采风 夜不归宿 他从小到大很少撒谎 燃宇薇半点没怀疑 只是李赞才探望了他一次 他就归队了 军事化管理 没法再出来 宋然也忙着栏目组拍摄的事 抽不出空回梁城看的 只能在夜里通电话 发视频 到了五月下旬的时候 李赞说 我们军营里要办婚礼 问你想不想来看看 谁结婚啊 江灵 说这话的时候 李赞在视频那头 拿毛巾擦头发 现在梁城已经入夏 他刚洗完澡 应在军营宿舍里头 上身没穿衣服 露出了好看的锁骨 宋然盯着看了好几秒 才诧异的 江灵 他在东国那会儿都没有女朋友呢 他不是三月份才回国吗 回国后指导员介绍的 李赞烧起身 把毛巾抛去架子上 屏幕里露出了一排性感有力的腹肌 宋然眨巴了两下眼睛 莫名想起自己的肚皮 和他内力摩擦实的触感 这么一想 肚子微微发烫起来 他又走神了两秒后 才更加诧异的道 啊 甚至两个月就结婚了 李赞坐了回来 刚洗过澡 脸庞愈发干净清秀 冲着屏幕这头的宋然 笑了一下说 他们是闪婚 指导员当时也吓了一跳 说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是星期六晚上吗 对 我那天上午有点事 下午赶过来 好 周六那天上午 宋然整理好工作小节 赵丽跟任宇薇撒谎说外出拍摄 他穿了件漂亮的米黄色连衣裙 简单大方 又不时温柔可爱 出发前到楼下理发店洗头 吹了个发型 他在飞机上敷了个面膜 到了梁城 又在机场化妆间里 对着镜子化眉扑粉 涂口红 妆感淡淡的很清新 却又比平时精致不少 末了 拿香水在空气里喷了喷 走进水雾里缓缓转一圈 他打了车直奔去落雨山 行驶进山道 他趴在窗边眺望 漫山的青葱树木和灿烂下话 阳光在树丫的缝隙里跳跃 到了部队门口 不少前来参加婚礼的军人家属 一一登记入内 宋染小跑过去 一身米黄色站在其中 不自禁闭唇笑 轮到他了 少兵问 家属哪个饭号的 我不知道啊 怎么自己家属都不知道 后边的人也笑了 宋染戏声说 我找李赞 李上尉 军营内官兵众多 要是其他名字 少兵可能不认得 但李赞的名还是知道的 少兵问 你是李上尉什么人啊 女 女朋友 啊 朋友 还是 女朋友 宋染站在一众人笑意盎然的目光里 还没有来得及开口 身后传了一道声音 我女朋友 宋染回头 李赞一身军装长服 过来接他 与其说接 更像是任令 少兵笑着放宋染进去 宋染见到李赞那一瞬愣了愣 他还从没见过他穿长服 橄榄绿的正统军装穿在他身上 板正挺直 像一颗小白羊 腰杆的处 皮带扎得紧紧的 又窄又近 衬得他愈发人高腿长 腰带下头全是腿 裤子鼻挺挺的 一丝褶皱都没有 他戴着军帽 一张脸英气而明朗 气质和之前同居的那两个月浑然不同 但他看见他时 不禁露出的温柔笑意 又将那个阿赞带回到了他的面前 两人好长一段时间不见 再见面既欣喜又不太自然 只晓得相视而笑 路上累吗 不累 不累 注意 不失质 功夫 对 不太自然 也没人 不不败 不是 我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赞牵他的手 他也往李赞身边靠了靠 跟着他往里走 又不住地抬眸瞄他 李赞瞧见他那呆傻打量的模样 好笑的 总看我干什么呀 不认识了 不认识也来不及了 人被我带走了 你穿这身军装真好看 李赞抿唇笑 摸摸自己的脸颊 目光又在宋染身上落了一道 他刚赶去接宋染时 老远就注意到他了 他梳了个半碗子头 一身米黄色的小连衣裙 修长鲜白的身形 在初夏的阳光里 格外年轻亮丽 李赞的目光 落回到宋染亲力 娇好的脸庞上说 看着像是你要结婚 过头了吗 我只是稍微画了下淡妆 不是 我是说 你这样挺好看的 我在飞机上睡不着 闲着没事就随便画了画 有官兵们迎面走来 偷来好奇的目光 议论纷纷 看看看 李赞尉签个女的 他们 群队里边无聊 什么事都稀奇 这怕是要成为 一段时间的议题了 宋染到的时间不早 离婚礼没多久了 但李赞还是带他 去看了一下他的宿舍 里头收拾得很整洁 所有物品的摆放 都充满纪律性 军绿色的床单 铺得没有一丝褶皱 宋染忍不住 伸手摸了一道 坐吧 没事 宋染坐上去 压了压床 发现床板坚硬得很 李赞拿糖子缸子 给他倒了杯水 他捧着杯子 咕噜喝了大半杯 他把杯子放好 看见杯口 沾了点淡粉色的唇膏 回头瞄宋染 宋染嘴角的唇膏 蕴染了一小点 李赞抬起他下巴 拇指肚 轻磨他的嘴角 宋染养着脑袋 乖乖认他处置 李赞一时心头难耐 弯下腰身 低头在他唇上落下一吻 李赞尾 婚礼要看 一个士兵走到门口 石化一秒 对不起 他慌不择路 竟傻乎乎 进了个军礼 然后撒鸭子跑开 一秒后 走廊里传来了嚎声 李赞尾在宿舍里 亲女鸭子呢 楼道里一下子 各种响声脚步声 一帮冰蛋子 跑来凑热闹 宋染赶紧起身 拍屏床单站好 脸红成了小番茄 嗨 嫂子好 一帮大男孩们 挤在门口笑 宋染心头一暖 冲他们回笑 李赞轻咳了两下 拉住宋染的手 往外走 撒了撒了 搬正事去 士兵们 又一流烟笑 闹着跑开 嗨 嫂子真漂亮 宋染脸热得慌 出了楼 吹着下风 才散了些热气 婚宴在大食堂里举行 一对新人 在伴娘伴郎陪同下 捧着喜糖和散烟 跟每个道场的嘉宾 微笑致谢 江林看到宋染 很惊喜说 宋记者 好久不见 恭喜啊江林 我去 你们俩在一起了 你藏得够深的 江林看着李赞 李赞笑着回了句 恭喜 新娘子是女兵 还是海军 短发俐落 性格开朗 今天如果招待不周 还请见谅啊 大食堂平日 能容纳好几百人用餐 今天布置成了 专门的婚礼用地 桌椅全都拆走了 换成婚庆常见的大圆桌 铺着雪白的桌布 鲜花酒杯餐巾都十分精美 会场中央铺了红地毯 两旁是一长条 由鲜花筑成的半圆形拱门走廊 走廊尽头的台子上 背景墙挂满了银色流苏 墙上一面巨大的粉色玫瑰鲜花板 里头拿红玫瑰拼出新人的性命 还有不少婚纱照呢 这对新人一个穿绿军装 一个穿海军的白色军装 另带投杀 在战友的陪同下 拍了各种搞怪照片 婚礼布置没有多奢华 但美好大方温馨浪漫 听说为了这场婚礼 江林的战友们特地把食堂墙壁 重新刷了白漆 天花板不好看 也被他们贴上了海蓝色的墙纸 象征白云和海洋 是标志着女方海军的颜色 李赞带宋冉 在一桌相熟的军人桌前坐下 同桌的士兵好奇宋冉的来历 稍微打量了一下 李赞大方介绍说是女朋友 宋冉一得体地和众人打了招呼 桌上的人和李赞闲聊起不对琐事 宋冉坐一旁 有一搭没一搭地听 见桌上摆放着大瓶可乐 拿过来拧了一下没拧开 再要试试 正跟人说话的李赞扭头 把可乐从他手里抽了过去 拧开了还给他 又继续回答别人的话去了 你要可乐吗 办呗 阿赞 喝可乐不行啊 今天要喝酒的 李赞点头笑 喝一点 宋冉略思索状 李赞脑袋朝他这边靠了一下 低声道 不喝多 哦 很快 仪式开始 会场内光线条案 只有红地毯出光芒璀璨 江林一身军装 挺拔地站在台子上 回身守望 新娘子也很有个性地 穿着白色军装短裙 头皮白纱 挽着父亲朝新郎走去 婚礼流程约定俗成 互诉誓词 交换戒指 亲吻拥抱 双方父母讲话 伴娘伴郎讲话 伴娘伴郎 都是小夫妻俩的军中好友 清一色的军装小子 和英姿萨萨的短裙女兵们 年轻人们在台上很是欢乐 一个伴郎调笑说 以前江林在宿舍里特别浪 最会讲段子情话 让江林现场讲一段 台下士兵们自然起哄了 江林于是扭头 看向自己的新娘说 你知道 心跟心之间 最近的距离是什么 新娘笑得像朵花 什么 是这样啊 江林挺着胸 将新娘拉到怀里抱住 两人的胸铺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哇 台下闹成了一团 笑疯了 宋然捂住嘴巴 笑得直不起腰 同桌的战友哈哈笑道 江林这个骚浪剑 谁不会啊 我也会 来一个 宋然兴致勃勃地盯着他们看 另一个战友咳了一声 起了事 扭头看向另一个战友 诶 听说 最近 有人追你 没有 你好 认识一下 我叫 没有 一桌人大笑 宋然笑得 停不下来 你再扭头 看他 这么好笑 宋然点头 面颊上 粉飞飞地问 你会讲吗 会 大家聚在一起 有时候没事干 就闹这些话 真的吗 你讲一个 李赞正喝着可乐 听言看了宋然一秒 眼神静了静 放下杯子 你眼睛挺好看的 是吗 嗯 但没有我的好看 宋然盯着他的眼睛 看了半晌 认真的说 是 李赞一个没忍住 扭过头去 鼻子抵着手 被笑个不停 周围的兵哥哥们 齐声控诉 不是这么回答的 宋然一头雾水 那 那怎么回答 你得配合我 哦 嗯 那我怎么回答呢 你要问我为什么 好 那重新来 嗯 李赞重新说 你眼睛挺好看的 是吗 嗯 但没有我的好看 为什么 宋然问 眼睛亮晶晶的 李赞张了张口 脸有点红 咬了下嘴唇 眼神不自在的 一开一顺 又一回来 看着宋然说 因为我眼里有你啊 这话 实在太肉麻 太粘腻了 李赞自己都受不了了 脸也闹得通红 别过脸去笑个不停 脖子和耳朵根 都红透了 宋然一边笑 一边起鸡皮疙瘩 轻打他一下 以后不许学这些东西 好 不许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八十四集 台上 新娘准备扔捧花了 不少女嘉宾聚过去 李赞问道 你去不去 我最怕这种了 抢不到尴尬死了 最终捧花被一位伴娘拿到了 也是就算结束 晚宴菜肴丰盛 是宋然爱吃的家乡菜 他不用喝酒应酬 自在地大快朵頤 李赞则没他那么逍遥了 同州的战友们要喝酒 新郎要敬酒 还有其他州的敬酒 吃上没几口 人就得抬杯子起身 他喝完两三杯 脸就有些红了 你赶紧先吃菜 垫垫肚子 好 李赞听话地夹了菜 宋然 仍盯着他看 李赞扭头笑道 怎么了 我感觉你要喝多了 我脸很红吗 是啊 很红 那我尽量不喝了 宋然仍有些顾忌 好在后头敬酒的人少了 中途陈锋来了一趟 倒没让李赞喝酒 他说来看看李赞 其实啊 是来看宋然的 李赞介绍了一下 宋然盲道 原来是指导员啊 谢谢您一直关照李赞 我关照不多 都是他自己努力 话这么说 心里却留意了宋然几分 他之前也纳闷 李赞的态度转变 现在看来 怕有这个女孩的功劳 陈锋回到自己桌上 想起李赞上周递交的 为何申请 他当时 看也不看就给驳回了 一旁 军医正享受美食 陈锋想不通 哎 阿赞那事 他最先心理测试 怎么突然就合格了 军医瞧他一眼 李赞这孩子 非常聪明 智商很高 什么意思 他已经搞懂心理测试了 那也没用 我是不会放他去中国的 可是我听老林说 他上次又进步了 在实战训练中 终于成功拆了炸弹 那是训练 是模拟 谁知道上个战场怎么样 又突然来个心理问题 人就死败头了呀 他是有心理问题没解决 可老陈理论上说 模拟实战通过之后 就能进入实战 你这么一直拦着他 也不是办法 他自己想出去 意愿很强烈 也正是因为这种意愿 他才逼着自己不断突破 你能管他一辈子啊 我是想他以后 嗨 你就别替他讲了 他的以后未来计划 他自己清楚得很 你让他把心里这根刺拔出来 他以后要走的路 会比你想的更宽阔长远 陈锋愣住 若有所思 婚宴散得早 八点就结束了 不少士兵们还在闹腾 李赞脸红得厉害 头也有些晕 心性离开 李赞带宋染 去了家属房安置 他今天只喝了五六杯 但他酒量不好 容易上头 进了房间 他还撑着打算帮宋染铺床 结果刚铺好床单 人一晃 自己倒在床上起不来了 他红着脸 有些大舌头的说 冉冉 我起来了 不能帮你装被子了 你就好好躺着 什么都不用干 宋染套好枕头 抱起李赞的脑袋 将两个枕头都垫在他脑袋下 又倒了杯水 为他喝完 李赞扯了一下军装领口 嘀咕道 热 宋染打来一盆水 把他腰带解开 军装脱了 拿毛巾给他擦脸擦脖子 还有手臂后背 擦完了问 舒服了吗 舒服 窗子开着 外头灯光流转 透过树影洒进来 李赞歪在枕头里 眼珠子跟着宋染转 今天好玩吗 你说婚礼啊 宋染套着背套 回身看他 我以前觉得婚礼无聊 都是些形式主义 但今天觉得不错 不过可能是因为 参加婚礼的人都很可爱 哪可爱啊 昏黄的光线中 李赞眉清目明 因为些微的醉酒 眼眸里是毫不掩饰的情谊 好多婚礼 都是在上面举行仪式呢 下边的人都在吃饭 尴尬死了 但今天大家都很懂规矩 训练有素 而且都穿着军装 真好看 纵然拉上被子拉链 用力抖了两下背 你竟然说了两次尴尬 李赞朝他伸手 长长的手指比了个微 口齿还不太清晰说 你不喜欢尴尬 对呀 我尴尬矮 并且经常发作 那以后我们结婚 不要那么多不相干的人去 不让你尴尬 虽是醉话 纵然心里却暖了一早 好 不管相干的不相干的 谁不去都行 主要不是你不去 花音未落 李赞笑了起来 笑得露出整体的八颗牙 笑得弯弯的眼睛里 星光闪闪 像听到了多好笑的笑话似的 宋染放下被子 看着他因醉酒 而分外纯真的笑容 忽然想起 萨星说过的话 你说的每句话 都能逗他笑 让他笑得停不下来 但是我可爱的宋啊 你可不是个幽默的姑娘 宋染趴过去 摸摸李赞发烫的脸颊问 阿三 嗯 他气息里有淡淡的酒气 你觉得我幽默吗 什么 我幽默吗 还好 不算吧 他这诚实的模样 让宋染忍不住笑 心里忽然打起了鼓 阿三 啊 他趁着李赞醉酒 戳戳他脸颊 歪头调戏的 我又不幽默 那为什么你总是对我笑呢 嗯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啊 宋染顿是心都化了 忍不住轻啄他的唇 柔软的 柔软的 热乎乎的 啄了一下又一下 拉上被子抱紧了他 李赞呼吸沉沉 喝眼睡去 前半夜倒是规矩 后半夜清醒过来 不免抱着宋染一番折腾 而虽然前一夜有婚礼 但第二天清早依然要集合 李赞六点半就起了 经历了前半夜的醉酒 和后半夜的恩爱 他竟十分精神异 要赶飞机的宋染 就没那么好精神了 昨晚被他弄了两个多小时 他懵懵地坐在 乱糟糟的被子里头 不停地打着哈去 李赞帮他穿好衣服和鞋子 收好背包 出了门 早晨的清风吹着 他这才来了点精神 打他一下 都是你 东西都带好了 身份证 手机 宋染一样一样给他检查 走出营地 心中又不舍弃了 李赞给他叫了车 还没到 两人站在路旁对视着 他看着他 他也看着他 夏丰扶过树梢 树叶刷刷摸索 像是不愿分别的两颗心跳 宋染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 他匆忙从包里 翻出一条新买的红绳 昨晚要不是醉酒 就给他戴上了 那是最简单的一种款式 两股绳拧成一条 末端打了个结 李赞伸出手给他 宋染把绳子 系在他的手腕上 长短刚好 不松也不紧 他满意道 戴上这个 你永远平安 只保平安 姻缘呢 平安靠他 姻缘靠我啊 好 山路那头 车过来了 宋染吸一口气 我走了 李赞看着他 眸光深深 落地的跟我说一声 嗯 知道了 车意越来越近 彼此的目光愈发胶着 李赞迅速回头 看了一眼营地 没人进出 清晨的山林里 没有旁人 只有彼此 他一步上前 捧起宋染的脸 低头深吻了他的唇 宋染坐上车的时候 眼圈有些红 司机不懂分别筹绪 很快发动汽车 宋染趴在车窗上 回头望的 李赞跟着他的方向 走了几步 站在军营门口 对他招手 直到一转弯 他身着军装的身影 再也不见 只剩下了 漫山遍野的绿色树林 中文字幕 reassure 在沙角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忠 在沙角下 插御帅 走 前面 暗 第八十五集 进入六月 地城炎热了起来 人走在水泥大街上 像是走在炙热烘烤的沙漠里 我们的旗帜栏目组成功完成节目制作 只待暑假上线播出 收工那天 大家一同吃了顿晚饭 编导在席上格外表扬了宋然 虽然军中风云人物 有几个记者同时采访拍摄 但宋然总能出其不意从细节入手 发掘人物背后令人动容的故事 摆脱脸谱化 增添了不少有趣或感人的小情节 宋然看着那项温柔 可做起事来耐心又敏锐 跟你共事太舒服了 要不你来我们这儿上班得了 我辞职太久 散漫惯了 怕调整不好状态 更重要的是 他要着手服饰剂的写作 他严重婉拒 大家也不多留 毕竟他名声在外 做自由记者更好 众人围着而坐 边吃边聊 席间有人说起 梁城卫士的真人秀 我是军训生 那档节目最近很火 明星在部队接受军训 教官对娇生惯养的明星严加管教 这几年娱乐圈 全是华众取宠的作秀 俗套 宋染在家扫见过那档节目 教官里头有李赞的队友 片尾有沈贝的名字 他莫名警觉 发信息问李赞有没有参与节目 李赞回没有 怎么不去啊 没兴趣 宋染正纠结了 李赞信息过来 你是想问沈贝 他如此坦荡 宋染也索性挑明 我怕他又追你 有主了 他很少说这样的话 宋染脸红了 却得寸进尺 明星追你也不行 你当着抓贼吗 一堆人追我 宋染扑斥笑 这事就过去了 想到这儿 宋染不免微笑 身旁 编导看着手机新闻 扎了一下舌 说极端组织在东国中部的苏瑞城 大开杀戒 砍掉了上百名政府军俘虏和平民的头 还将三名库克兵拖在车后 飞驰几百公里的经济地 活活折磨致死 宋染听着浑身跟扎刺似的打了个痕迹 这些恐怖分子是不是畜生养的 李赞看到那则新闻时刚洗完澡 他站在窗前眺望山林 六月初 落雨山上草木葱玉 手机忽然响起 是美国打来的 本杰明没绕弯子 开门见山地说 李 你想加入库克武装吗 李赞一直有关注 东国去年年底 冒出一支非政府武装 代号库克 专攻恐怖分子 很多政府军的前特战兵 国际上的雇佣兵 志愿兵都加入了 李赞抿了下嘴唇说 我是在边军关 不可能加入其他武装力量 况且我没法自由出国 除了去美国智商 本杰明遗憾道 我多希望和你并肩作战啊 现在库克武装的狙击手 突击手很多 可你这样优秀的爆破兵 却很稀缺 侧面战场上 李赞常用的拆弹技术能救人 可正面战场上 他的爆破技术 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 那晚放下电话后 李赞找到陈锋 说起这件事 陈锋一听就皱了眉 你疯了吗 你是中国人 怎么可能跑到别国去打仗啊 想都别想 李赞没吭声 吹下眼眸想着什么 陈锋一眼看出他的心思 怒道 哪怕你去找借口 去美国智商 我也跟你去 李赞抬眸看他 阿赞 你可别犯魂 你要是借着去美国 中途跑去其他国家 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除非你这辈子都不回国了 你爸爸不要了吗 女朋友不要了吗 李赞表情淡淡不简化 陈锋拿手指头戳他脑门 我说你这个人 平时和和气气 挺好说话的 怎么一些浑事 你竟敢想的呀 那你批准我的申请 放我去为何 你心里评测都货不了 怎么放你出去啊 你少骗我 我知道过了 我现在模拟实战没问题 一切任务都能胜任 哪怕是实战 我主要也不是拆弹 而是爆破 你这 李赞神情执拗而平静 陈锋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后 叹气道 我就知道这是你的心结 行吧 你非要去也可以 三个月 你去边境实战三个月 表现通过 我就放你去 好 陈锋哑口半刻 呼啸出一声 回答这么早 宋记者要不同意 怎么办呀 他知道 我跟他讲过 你兵种太特殊了 组织调查了 你女朋友的背景 李赞对此并不意外 他家设和亲属都没问题 对了 他妈妈 是在政府重要部门的染司长 李赞微愣了一下 但不在意 你女朋友 现在也去地城了吧 阿赞呀 说心里话 虽然我想把你留在这边 可梁城池子小 你有更广阔的上升空间 地城的猎鹰突击队 汇集全国顶级警营 是你最该去的地方 你聪明 学历又高 跟着林上校好好学 争取过两年调过去 事业爱情都坚固 难道不好吗 我这上位 在梁城算厉害 可扔在地城 一抓一大把 这 但你还年轻啊 我就是想清楚了 才做出现在的决定 这个考过不去 我在更有竞争力的平台上 也不会有所作为 只会被淘汰 我装作没问题 沾着林上校 和我曾经的风光区的地城 然后呢 在国家层面 面对更艰巨 更危险的实战任务时 我却还有心理问题 表现逊色于身边的 精英战友 说不定还犯下重挫的 指导员 那时候你还能帮着我吗 那时候的我 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陈锋一愣 忽然就明白了 军医说的话 他对自己的未来规划 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晰 且长远 陈锋很快就给李赞 安排好了三个月的边境任务 出发前 李赞申请了两天的病假 去地城的军医专家那里检查耳朵 乘车去地城 一出车站 就看见人群里等待着的宋人 他一眼瞄见他 踮起脚朝他招手 眼睛亮得跟装了水似的 李赞快步朝他走去 他小跑过来 扑进他的怀里 搂住他的腰 他格外用力地搂了他一把 拿下巴紧紧蹭了蹭他的鬓角 半个月不见 回到酒店自然又是一番折腾缠绵 直到半夜才出去吃宵夜 六月中旬 地城很炎热了 酒店附近是写字楼区 宵夜的白领不少 很热闹 两人坐在考串店里 竟像是来地城游玩的大学生 点了各式考串 又要了两罐冰饮 宋染坐在他的对面心情不错 脚在桌子底下晃的 时不时蹭他的腿 李赞一瞬不眨地看着他 许是因为窗外的夜色 他的脸格外柔嫩白净 出门前刚洗过澡 愈发的水凉 脸颊也白里透红 粉粉的 每次缠绵之后 他的脸都会红上好久 眼睛一清亮地 想拿清水洗过 他渐渐注意到 他直白的眼神 你干嘛这么看我 好久没见了 补上 宋染笑起来 脚丫子在桌底下踢的 宋染双手脱腮 坦荡于他对视 祝伸买 他有什么东西 帮助你 肯定是确定的 相当感觉 那么俩 像周围 我收了 工人 我 清秀的眉目 高挺的鼻梁 薄薄的嘴唇 宋然最喜欢她的眼睛 总是温柔清澈 干干净净 一如她的内心 而宋然知道 那双眼睛也会锐利很练 一如她在战场上的灵力果决 当初第一面 宋然就只看到了她的眼睛 对她微笑是弯弯的 看炸弹时又是严肃的 然然 我这次要去边境执行任务了 三个月 她把手收起来 平叠在桌上 指导员同意你去维和了吗 说是看结果 那我觉得你没问题 李赞看着她 忽然伸手过来 用力捏了一下她的脸 宋然无语 服务员端来烤串 宋然先尝了烤肉说 嗯 没有冬果的好吃 是吗 宋然递到她嘴边 她咬一口嚼了几下 嗯 以后去冬果了再吃吧 你也要去 宋然刚咬住烤馒头片 有孙开说 嗯 我的书 你再去的话 背后没有电视台帮忙了 没事 我联系过中国外交部 他们能给我支持 这么厉害 也不看看坐在你面前的是谁 两人聊着聊着 吃完烤串 已是凌晨两点 回酒店简单洗漱一下 便相拥而眠 竟是一夜无梦 安睡到次日上午十点多 宋然是被手机叫醒的 一看到屏幕上 冉妈儿子 她当时惊醒 从李赞怀里跳起来 李赞眯着眼睛 睡眼朦胧 噓 宋然做了个静声手势 跑到窗户边 喂 妈妈 还在睡觉呢 没啊 起了 在哪呢 在 在平县 我不是跟你说了调研吗 你秘密行动搞多久了 是打算以后都不准备 带你那位朋友来见我 妈 她扭头看着床上的李赞 李赞隐约听到电话内容 从被子里坐起来 光着上身 顶着一头乱发 没怎么清醒 低着头 拿手挠了挠后脖颈 燃宇薇给的午餐地址 在月星酒店33层 走进电梯 宋然满心愁绪 她给李赞简单介绍了一下 燃宇薇的职位和性格说 她这个人控制欲特别强 性格也很刚 你妈妈怎么去地图工作的 她本来在梁城市政府 98年跟我爸闹离婚 刚好帝都那边 有内部调派考核 她一边跟我爸扯离婚 一边居然复习考过了 李赞心里算了一下 98年 我妹妹只比我小两岁 阿姨抱来了孩子 我妈妈就离婚了 李赞没说话 不知如何评价 最终当 你妈挺不容易的 是啊 我妈妈个性很强 工作很厉害的 你应该跟她很像 才不是呢 她脾气太硬了 我说的是你骨子里 骨子里也不像 好好好 不像 宋燃略丧气 给她打预防针 过会儿我妈 可能会各种看你不顺眼 你别往心里去啊 她看我也不顺眼的 李赞笑笑 很快找到一条理论依据 我们那儿不是有句老话吗 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 世间一切规律 都不适用于我妈 那好 要是你妈妈不同意 我就带你私奔 你愿意跟我私奔吗 你 宋燃拧了她一下 餐厅里人不多 燃雨薇坐在落地窗边 面前一杯清水 扭头看着窗外 她一身黑白相间的套装 头发盘起 耳上坠着绿珍珠耳环 李赞老远看见 略斜低身子问 那是你妈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的鼻子跟得很像 宋燃不自觉 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李赞笑的 好看的 宋燃摆她一眼 嘴角的笑容却没忍住 一转眸 见燃雨薇正看着她俩 两人的小调情 全落进了她眼里 宋燃笑容微收 手却不由自主牵颈了李赞 燃雨薇一眼打两弯李赞 然而是她在部门里 见过很多优秀的年轻人 也不得不承认 李赞外形很好 难怪那小丫头 被她迷得七荤八素 妈妈 这是李赞 阿赞 她是我妈妈 阿姨好 燃雨薇浅浅扬了下嘴角说 坐 她早已点好菜 两人才坐下 服务员就来上菜了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点了些特色菜 我吃完不掉 燃雨薇工作太久 看人多也准 但很少见到这样的男孩子 眼眸清澈透亮 水一般 不会给人精明的紧张感 这孩子笑起来很好看 眉眼弯弯 眸子又黑又亮 她长相很不错 却是清秀性 没有攻击性 莫名给人温和舒服的感觉 怕是俗话说的 面向好 燃雨薇之前 看过宋染拍的纪录片 李赞穿着军装 军装多少给人 增添了凌厉英萨的气质 但脱了军装 看着平和而内敛 燃雨薇说 我一直不知道你来地城 不然会早些请你吃饭的 李赞汗了下手说 是我考虑不中 应该先登门拜访 妈妈 阿赞在部队里头 我不好出来 这次也是看 请假出来的 燃雨薇淡淡地 瞥了宋染一眼 不予搭理 又看李赞问 我听燃燃的爸爸说 你是江城军区的 是 在做助教 宋染暗教不好 一定是宋央那个大嘴巴 爸爸肯定在妈妈面前 说他坏话了 他帮李赞回答 那时候阿赞受了点伤 所以做助教 可是他早就归队好几个月了 燃雨薇夹了颗秋葵 风波不动地问 归队的意思是 随时准备上战场 宋染没想到 刚从一个坑里跳出来 又踩进另外一个坑 他扭头看李赞 就怕他说错话 李赞原本要达真实想法 见宋染紧张的样子 迟疑几秒 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 金人自然是随时准备战斗 宋染笑着附和 保卫国家嘛 燃雨薇竟也没有追究 下巴指了指桌子说 吃菜 服务员上了枸杞乌鸡汤 李赞拿勺子舀了鸡汤 汤面的油层剥开 舀进碗里的鸡汤 竟不带半点油腻 又把鸡针鸡肝 鸡汤尖和鸡脚 咬进碗里 递给宋染 李赞拿起筷子正要吃饭 顿了一下 后知后觉想到什么 刚要放下筷子 燃雨薇说 我不喝糖 哦 燃雨薇捡了块鱼到碗里问 李赞是江城人 嗯 爸爸妈妈退休了没 李赞很清楚 他想问什么 爸爸内退得早 是江城建工治检师 妈妈在我四五岁时 生病过世了 以前是小学老师 再后来有没有新的 妈妈 郑肯鸡爪的宋染抬头 怎么 宋染无言 李赞笑了下 没有 我爸一直是一个人 阿赞的爸爸可吃情了 这辈子就喜欢 阿赞妈妈一个人 他很帅的 好多姑娘追 可是阿赞爸爸心里 只有阿赞妈妈 跟他说了很多次找个抱 他也不愿意 说我妈妈很小气 百年后会不肯见他 燃雨薇听着 一时没说话 最后淡淡说 难得了 我还没说报道 他在那里 我还没说话 来umba 第八十七集 一顿饭下来 然雨薇虽不太热情 但也没太为难 饭后她去洗手间补妆 宋然溜过去问 妈妈 你觉得怎么样 不是很同意 宋然笑容消散 没了半课 却眉心舒展 不是很同意 是一般同意吗 然雨薇在镜子里 携她一眼 你们还年轻 再观察个几年吧 宋然知道 她并不反对 输一口气 我以为爸爸 说她坏话了呢 是说了 说什么了 你爸觉得 你能找更强的 最好是个富二代 那是阿赞状态不好 他们有误解 阿赞以后 还准备考研独博呢 哦 你也希望我找官二代 和富二代吗 然雨薇涂好口红 看她一眼 我希望你找个真心爱你 不会背叛你的 你可以受很多伤 但唯独 不要受情伤 宋然一震 然雨薇拎着包出去了 宋然跟在她后头 不知怎的 忽想起刚才饭桌上 听到阿赞爸爸故事时 然雨薇那落寞 甚至有丝自嘲的神情 她的心 默得就刺痛了 到了地下停车场 然雨薇对李赞说 以后来地城 就住家里吧 别跑外头住了 谢谢阿姨 宋然眼睛 冲李赞亮了亮 小跑一步 上前挽住然雨薇 悄悄话 她住我房间吗 然雨薇白她一眼 想得美 宋然甩开她手 心想 还不如入酒店呢 当晚李赞住在客房 深夜宋然翻来覆去 睡不着 给她发短信 你房门锁了吗 没有 夜深人静 宋然光着脚 偷偷摸摸摸地走过客厅 猫到客房边拧开门 李赞等待门后 把她捞进去 急轻地关上门 宋然点起脚 搂住她脖子 在她下巴上 亲了一口 她在黑暗中 无声地笑 吻她的眼睛 鼻子嘴唇 便轻手轻脚地 把她拥倒在床上 宋然缠着她的腰 滚进被窝 亲吻 拥抱 抚摸深入 一切都在隐忍和无声中进行 只有床单细俗纠缠的声响 近期叫人格外的敏感 宋然不出一会儿就到了 蠕动的空调背里 热度一丝一丝蒸腾 肌肤一度一度地升温 热衣盖过空调冷风 空气一样将人包围 寂静的夜里 隐秘不发的力量和声响 直到那一丝丝轻颤的呼吸声 肌肤摩擦声 布料蹦脏声 当一切归于彻底的平静 她喘着气 缓缓压低身体 贴近的 她张了张口 胸腔内最后的一丝空气 都被她挤压走 她吻着她湿漉漉的眼睛 抚着她鬓角汗湿的碎发 黑夜里 李赞的眼睛又清又亮 深深地看着她 宋然迎视她 忽然轻轻地问 阿赞 嗯 有一天 你会背叛我吗 不会 也不会丢下我吗 不会 李赞说 鞠勾临下的眼神深黑而沉静 如果我丢下你 就让我被枪毙 都什么年代了 哪有分手枪毙的 那就在战场上 被乱枪打死 宋然瞪着眼 打了一下她的嘴巴 她这人性格较真 怪她就不该说这些 我又不会 怕什么呀 就是 不许胡说 摸木头 在他们那儿 说了不好的话 摸木头就能化解 李赞无奈一笑 抬手摸了摸床头目 宋然重新钻进她怀里 许久后说 阿赞 哪怕万一有天 我们分开了 我也不会希望你有事的 李赞眯了下眼 眼神往床头示意一下 宋然乖乖伸手出被窝摸摸床头 咯咯笑起来 李赞在她身边躺下 忽抬头听了一阵 你妈妈好像在咳嗽 不会被发现了吧 你来之前我就听见她咳嗽了 她冬天得过流感 春节的时候就咳 之后明明好了呀 让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拖这么久 又弄成支气管炎了 而且我感觉 你妈妈气色不太好 靠化妆遮着 那明天你去医院 我叫上她一起 也行 第二天上午 然宇薇早早就去上班了 李赞宋然没碰见她 军医说 李赞耳朵恢复良好 但要注意保护 从医院出来 她直接就去了机场 宋然一直将她送到出发口 接下来 是长达三个月的分别 彼此都很不舍 李赞搂着宋然 在落地窗边说了好久的话 直到还差四十分钟登机了 她才进去 宋然等在县外 一直看着李赞走过安检门前 回头冲她招手 她立刻踮脚招招手 这才再也不见了踪影 六月下旬 边境 原始森林 绵延数十公里 这里靠近热带 烈日炎炎 太阳将一方蓝天 照射得虚白一片 地平线上 离驾军用直升机的影子 游远极近 靠近了 螺旋桨掀起轰隆隆的声浪 一波接一波 机上的特种兵们全副武装 作战服 盔甲背心 挂具 枪支弹药 头盔面罩 李赞站在舱门边 将面罩扯到下巴上 朝底下看了眼海 飞下轿 直升机垂直 落下一节距离 螺旋桨卷起的风 搅动森林里的树干 枝鸭 如深陷气流漩涡 惊起一群飞鸟 展翅而去 上 直升机回调一段距离 底下滚动的树梢 稀微平息 波浪般缓缓摇晃 李赞冲飞行员 比了个OK的手势 将面罩重新拉上去 一手抓住一旁的速降绳 纵身跳下了直升机 他矫健的身影 迅速落入森林 再也不见了踪迹 半分钟后 绳子摇晃一下 发来信号 他的战友们 接二连三 跳下了直升机 速降至临终 直到最后一个队友 落地后解开绳子 数条绳子 齐齐收上去 直升机 升高一段距离 朝着地平线飞去 而刚才停留过的地方 树木静置 一切如常 只剩下火辣辣的日光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整个六月七月 李赞没再来过地城 宋然也没有办法去看他 异地风格 他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 长时间的杳无音讯 他不是不担心的 虽然他知道李赞是很厉害的特战兵 可毕竟是执行任务 子弹不张眼 就怕有万一 偏偏这段时间新闻也乱 一会儿民警被刺身亡 一会儿刑警被自制枪锯打中 一会儿基督警死于交战 一看到警察军人在职位上牺牲 他就不免胆战心境 哪怕是不吓唬自己的时候 又会想的 想得很厉害 但或许这就是和李赞在一起 他必须要承受且习惯的一部分 他执行任务的地方在边境 信号差就不说了 一旦进入任务状态 是不可能跟外界联系的 宋染偶尔会自说自话地给他发短信 但他没办法及时看到 两个月 他只给他打过两通电话 用的不是他的手机 显示的也是奇怪的数字乱码 第一次电话是在六月末 两人刚分开不久 正是热情年历的时候 东拉西扯聊了快半小时 直到他又集合了 才匆匆挂断 第二次打电话 是在八月中旬 近两个月没联系 彼此都有点生疏 刚接到电话时 宋染反应有些迟钝 话也不多 李赞不说话 他这头就也跟着呆呆的沉默 明明有千言万语 担忧 害怕 思念 却不知从何说起 更怕说出来 也是徒增烦扰 话筒里 只有彼此浅浅的呼吸 还有李赞那边 下重鸣叫的声响 李赞等了一会儿 淡笑一声说 不记得我了 记得呀 安静的夜里 李赞听着话筒里 宋染点头的吸缩声问 我是谁啊 男朋友 阿赞 李赞心都软了 一时没开口 很轻地笑了一下 诶 宋染脸一红 这一下是渐渐缓过劲来了 你还好吗 都挺好的 都做些什么任务啊 他没有回答具体内容说 跟平时的训练差不多 没什么难度 你放心 哦 那你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 宋染这才安心 很快又怅然地说 最近新闻里总有警察牺牲 警察是警察 我是我 你那边 比警察还危险呢 冉冉 我这里什么事都没有 一切都好 连一点轻伤都没有 真的 哦 不对 有了 上个月有次起床 脑袋撞到上户的床板上 肿了 你傻不傻呀 那你每天休息够吗 辛苦不辛苦啊 不辛苦 休息也挺好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很 想你 宋染贴着手机的脸颊在发热 明明室内开了空调的 你想我吗 嗯 想呢 李赞清晰了一口气 将内心情绪平息 又问道 你过得好吗 挺好的 告诉你啊 你在那边可能还不知道 但我们的旗帜 已经上线播完了 这么快 对啊 反响特别好呢 很多年轻人都在看 新媒体也很喜欢 前段时间好多人议论 这次跟着栏目组工作 感触好深啊 他们做事太认真细致了 又讲究 办事效率也高 一点都不像在梁城 他絮絮叨叨 细数了一堆工作上的事情 和小趣闻 李赞安静地听着 到了有趣处 忍不住笑两声 哦 对了 有一期节目 讲一个前狙击手 现在已经是上校了 他的妻子是个作家 写小说的 很神奇 纵然讲着讲着 之前的一点小陌生小低落 早就烟消云散 这有什么神奇的 以后人家采访李上校 我的妻子 还是拿过普利策的 著名记者 他无意间吐露的一句话 淡淡的语调 透过电话线传来 叫宋然听进心里 他的心咚咚直跳 在薄薄的空调背里 翻了一圈说 他们在一起二十多年了 现在感情还很好呢 你笑什么 想了一下 我们的二十年后 宋然也跟着想了一下 敏纯笑道 我希望到那时 我们也像现在一样好 会的 李藏很确定地说 又问道 最近心情怎么样 嗯 都挺好的呀 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 写书 一直在构思 整理框架 出信已经出来了 就等往里头填内容 因为我们的旗帜播出了 又有好多栏目组来找我 但我还忙不过来呢 一样要慢慢来 别太累着 嗯 我知道 正说着 屋外传来 燃雨薇的咳嗽声 两人同时静了一秒 李藏问道 你妈妈怎么还在咳嗽 之前明明好了 不咳了的 反反复复的 找个专家问清楚 嗯 好 依依不舍地讲完电话 纵然起身出门 妈妈 嗯 燃雨薇刚回家 倦带的声音从洗手间传来 她正在卸妆 最近工作太忙 她几乎天天加班 宋染靠在门边 拧霉道 你怎么又咳嗽了 不是都好了吗 上次的好了 但是前几天夏季暴雨 吃了风又感冒了 哦 你叫外卖给我送点药来吧 明天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怎么感觉像是吃药就好 一停就病啊 哪有你说的那么复杂 大概是这两年太累了 体质不太好 气候一变就容易感冒 还是去医院吧 明天 我怀疑 你是不是得支气管炎了 大惊小怪的 支气管炎我会不知道吗 燃雨薇在镜子里 白了她一眼 但或许是卸了妆 她的面容有些憔悴 那个白眼 远不及平日里来的凌厉 自从搬来地城和母亲居住 宋染发现燃雨薇的脾气 柔和了一些 虽然在很多生活小事上 依然改不了咄咄逼人的性格 但不知为何 住这儿比住在宋志成家自在 哪怕意见不合 她至少敢跟她斗几句嘴 甚至大声争执 第二天一早 宋染起得很早 打算带燃雨薇去医院 结果房间里头空空无人 她敢去上班了 宋染拿她没办法 翻出抽屉里她的空药瓶子 给她买了糖浆和几款常用感冒药 几天后 宋染去电视台结算 收到了栏目组一次性打来的薪水和奖金 好几万块 抵她在梁城大半年的工资了 宋染开心不已 想立刻告诉李赞这好消息 但和往常一样 她知道现在联系不到的 于是发消息给燃雨薇 燃雨薇回了一个欧字 不甚搭理的样子 宋染也无所谓 下午去见了趟策划人罗俊锋 两人约在咖啡厅见面 宋染将东国服事记的初步构思 讲给了她听 她想采用类似于旅行笔记的东西 按照她去东国的时间线 以及城市线来描述 从战前东国普通人的生活 写到战后的抗争与逃离 从一座城的特色与历史 写到另一座城的淹没与沉寂 她着重提到了好些个 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人物 而每座城市在她眼里 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 同样 从世界各地 涌进来的医生 记者 军人 也是一抹独特的风景 罗俊锋听完非常满意 嗯 就按照你的想法来 我等着看成品了 她准备回去你合同 又跟宋染讲了一下 条款稿筹和出版量 罗俊锋很爱护作者 对自己欣赏的作者毫不吝啬 开出的条件也十分优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完罗俊峰是下午四点多并不堵车 宋染乘着公交回家 八月的地城下花落尽 树木吻玉 上周下过暴雨 天蓝的像宝石似的 盛下的阳光灿烂而刺眼 照得公交车里一片明亮 宋染独自坐在公交最后一排 闲适地瞪着脚 很快到了小区门口 他跳下公交车 正要往路边走 忽然一辆摩托车冲过来将他带倒在地 宋染摔在地上 脑袋重重撞到台阶 疼得他几乎晕绝 他捂着脑袋坐起身 眼前忽然一片模糊 像隔着铺满雨水的毛玻璃 他精盲用力眨了几下眼 可是没用 宋染一下子慌了 手在地上到处抓 抓到手机 摸索着立刻摁下紧急联系人 电话拨通出去 可他这才想起设置的是李赞 他接不到 摩托车早已跑远 宋染坐在地上到处乱摸 帮帮我 有好心人过来帮忙 打通了燃雨薇的电话 宋染抓住电话 慌张道 妈妈 我看不见了 病房的门被推开 燃雨薇爽 山人 你来了 阿姨 宋染坐在病床上揪着被子 满心恍然 眼前的世界仍是一片模糊 没有半点清晰的预照 忽然 面前光影晃了一下 传来一道温和的男生 然然 我现在跟你检查 你不要惊慌 宋染听声分辨了半声 何医生 你还记得我 宋染没有说话 呆呆地目光涣散 来给你检查了 不要胡说 他徐生说着 扳腰靠近宋染的脸 打开手中的一束光 宋染感觉 面前有人靠近 下一秒 有光照射进眼睛里 宋染眯了下眼 强撑着睁眼 何山人很快检查完说 轻微的脚毛半移动 先滴堆眼耳水 观察一两天看看 没有复原的话 做个小手术就好了 不是大问题 别怕然然 宋染一颗心缓缓落下 慢慢地点了点头 山人 谢谢你了 没事的阿姨 我应该的 不是什么大事情 你让然然 别太伤心 好好休息 好 何山人走后 病房里 只剩下了宋染和燃雨薇 这是燃雨薇找关系 开的特护病房 宽敞而又干净 宋染慢慢躺下去 侧身缩在被子里 眼睛睁了一会儿 慢慢闭上 燃雨薇摸了摸她的头 别担心 何山人医术很好 她说没事 肯定就没问题的 我知道了 宋染摸了一会儿说 已经来医院了 你也去检查一下吧 礼赞结束完一次短期行动 回营地时是晚上九点 明天下午要执行 为期十五天的新任务 又得失联 她去到通讯部 给宋染打电话 等了很久没人接 又拨了一次 还是没人接 她猜到 她应该是在洗澡或什么 她打算去冲了凉 再回来试试 刚进宿舍 战友说 阴长找你 说是有人看你了 李赞猜测 应该是自家部队里的人 穿过操场走进会议室 果然是陈锋指导员 还有罗湛 见到罗湛 李赞心中微沉 知道肯定是大事 边境的夜潮湿而闷热 会议室里 只有简陋的白赤灯 那两人表情都有些严肃 却才见到李赞的一瞬 同时笑了一下 招呼他坐下 听这边的指导员说了 你表现很优秀 我也问过军医了 看了你的各项表现记录 都挺好的 罗湛微叹了口气说 十多个月了 你算是终于要走出来了 李赞忌惮地笑了一下 没说话 猜测着他们此行过来的目的 不过 这几个月你处于封闭状态 可能对外边的形势 不大了解 怎么 东国的极端组织势力 更加猖獗了 造成的大规模屠杀 越来越频繁 李赞抬眸 眼神变了一下 昏黄的白赤灯 在他眼睫上 偷下一道阴影 他的眼瞳 像深不可测的幽景 罗湛说 东国政府 向多国发出了秘密 请求救援令 请各国派 先锐特种兵进行支援 遏制极端组织 承诺 待政权稳定之后 会反以大量国际利益回报 但这些国家 都是不与极端组织 直接交战的 最多只能送几个精英特种兵过去 假如非政府的 库克反恐怖武装力量 毕竟 对现在兵力严重亏损的东国来说 一个顶级的特种兵 能抵一支队伍 我加入 你先听他说完 这可不是违和 修修路 保护保护平民 坐壁上关什么的 这可是要直接作战 直灭恐怖组织的 那这就是我的目的 你 哎 罗湛静静看了他一会儿说 阿赞 你先听我说完 夏日的蚊虫 在白痴灯泡下飞转 李赞指示着桌子对面的军区政委 我们国家不公开 与任何国家地区组织交战 不引战 不接仇 所以 出去的特种兵背后 不会得到国家的任何支持 从此 你的行为将和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关系 你的档案会被蜜蜂进入绝密档案 你是出国智商了 后头去了哪儿 做了什么 全是你的个人行为 六个月 如果你活着回来 还好 我可以把你直接送去地城猎鹰突击队 不用再等两年 但这不算公寄 以后全靠你自己 而如果你死了 你是背叛组织 擅自逃离岗位 做了雇佣兵 你立了功救了人 不会有荣誉 不会有记录 你被俘 不会有人救你 甚至最好自杀 你死了 不会有牺牲待遇 尸体上也不会盖上国旗 你唯一能得到的 是对抗恐怖组织 解救平民 但这本身不会给你带来任何荣耀 你好好想想 想好了给我答复 罗站起身往外走 热带的夏夜 森林里的虫子不知疲倦地鸣叫着 空气湿热地像泡在热糖浆里 罗站刚走到门口 听到李赞很清晰的一句 我加入 我加入了 嚣患忌 照片 不是 我一样 你给你带来 第七十九集 宋冉在妈妈的搀扶下洗漱完毕 准备上床睡觉 她刚盖上宝贝 冉雨薇拿着静音的手机说 今天怎么这么多骚扰电话 又打来了 谁的手机 你的 给我 已经挂了 宋冉摸索着夺过手机急的 你干嘛挂人电话 号码一看就是垃圾推销 看 又打来了 宋冉前一秒还生气 后一秒便慌慌地 把手机屏幕给她看 你帮我按接听 让你出去 冉雨薇大概明白了 刚要说什么 我的事你别管 冉雨薇给她按了接听 宋冉把手机拿到耳边 喂 李赞清晨的嗓音传来 宋冉没作声 她眼前仍是一片模糊 但听得见 冉雨薇出门了 冉冉 我在呢 刚才不小心摁错了 之后再洗澡 就没接到了 哦 今天很忙吗 她摸索着 慢慢躺到病床上 李赞听见被子吸缩的声响问 睡到床上了 对啊 宋冉缩进被子里 失去了视觉 听力仿佛格外敏锐了 她能听见 李赞那边小虫子 在树林里鸣叫的声响 也觉得耳边 李赞的声音格外清和沉悦 仿佛连声音里 都有温柔的力量 宋冉莫名心安了一些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 我拿到工资了 好多钱 等你回来了 我请你吃饭 好 我只想吃你做的饭 想喝鱼汤 好呀 等你回来了 我给你做 李赞说着 忽沉默了下去 几秒钟的安静后 宋冉问他 怎么了 我后边有一个月的特殊封闭训练 可能一个月没法跟你联系了 哦 危险吗 是训练 哦 我听错了 那没事的 是不是训练之后 要去东国了 嗯 多久 六个月 你们一般去 一次不是八个月吗 李赞顿了一下 没接话 宋冉也自言自语起来 没事 过段时间我也要去东国了 那时候还能去找你呢 我争取一下 看能不能在出发前申请了三四天 去地城看你 真的吗 我尽力 好呀 不过要是争取不到 也没什么的 我这里一切都好 你放心吧 不要太想我 怎么会不想呢 李赞轻笑一声 却很是不舍 嗓音滴滴的 宋冉心暖得快要化掉了 鼻子却酸了 医生说现在不能哭 他赶紧平躺好 瞪大了眼睛 眼前仍是一片模糊 过会护士会来查房 宋冉怕他发现 聊了没一会儿便打了个哈欠 要睡了吗 嗯 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了 那你早点休息 好 你也是 晚安 晚安 电话挂断了 四周骤然陷入一片安静 只有手机散发着余热 贴在他的脸颊边 宋冉睁着眼睛躺了一会儿 手摸摸缩缩到床头 摸到开关 关了灯 模糊的世界黑暗了下去 过了观察期 宋冉的眼睛没有自动复原的迹象 何山人给他做了个小手术 过了术后观察 他睁开眼睛 看到了何山人近在咫尺的微笑 他问 感觉怎么样 宋冉眨眨了一下眼睛 惊喜说 好了 视角清晰吗 清晰 何山人又靠近了些 打开光线 近距离地检查他的眼瞳 他乖乖地仰着头配合 手术很成功 多注意休息 这些天不要用眼过度 然宇薇在一旁问 如果下次又撞到脑袋 不会出事吧 这种事情也说不准 有的人可能撞很多次也没有问题 有的碰下去中招 只能说平时多注意吧 但不用担心 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都会有些样的治疗办法 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就好 何山人还有工作 跟宋冉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然宇薇问宋冉 你暂知道吗 又不是什么大事 让他知道了也是担心啊 所以你挑哪行不好 偏偏挑个军人 军人的生命除了国家就是军令 除了军令就是国家 你只能排第三 不是 我跟阿赞爸爸一起排第三 然宇薇瞥他一眼 无话可说 宋冉不讲这个了 我上次叫你检查 你是不是又没去啊 我忙得要死 还得抽空看你 你也够不省心的了 没事我就先回了 你都来医院了 去检查一下吧 今天说什么 一定得去 任宇薇拿他没办法 挂号排队时 任宇薇手机都快打爆 一直在接电话交代工作 他一拍完片子就走了 宋冉留着后续收尾 结果要次日出来 次日上午 何山然过来查房 检查了宋冉的眼睛后 说可以出院了 他正跟他交代注意事项了 宋冉手机响了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 喂 你好 这里是帝都医院放手壳 请问是然宇薇女士吗 我是她女儿 昨天拍片留我的电话 何山然扭头看过来 CT显示 然宇薇女士肺部有大面积阴影 请你们尽快来医院拿结果 咨询呼吸科专家 宋冉灯师蒙在了原地 呼吸科专家董主任看完片子后 确诊是肺癌 已经发展到中期 宋冉的心一沉再沉 他不懂医学 只能一遍遍问 严重吗 能治好吗 概率大不大 现在还不好说 得看个人身体和治疗反馈情况 先立刻住院吧 肺癌跟其他癌症不一样 恶化或转变 都是很快速的事 已经发展到中期 就不能再耽搁了 宋冉一出办公室 脑子就蒙了 人扶着墙壁 双腿发软 几乎要站不稳 燃雨薇的表情倒挺平静 叹了口气一说 一堆工作要交接 有些还得我自己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说工作工作 命都要没了 我看你还怎么工作 燃雨薇看他一眼 淡淡的 我的命里也没有别的事了 燃雨薇很快住了院 可治疗期间 他的病房就从没安静过 来看望他的领导同事 络绎不绝 鲜花每天都得清理 抱着电脑和文件 来谈工作的下属就更多了 他职位高任务重 虽然病了 但部门业务不能瘫痪 病房几乎成了办公室 他一边吃药打针 接受治疗 还得躺在病床上 给下属开会 这边要交代 那边要盯住 医生说病人要休息 提醒过好几次 但考虑到他的职位 没办法 后来也不管了 只跟宋燃说 癌症治疗很伤体力 燃雨薇身体太虚 尽量让他多休息 至少晚上不要再工作了 宋燃起先 还对妈妈单位上的同事 比较客气 但一天一天 燃雨薇日渐消瘦 当他日夜疼得脸色苍白的时候 宋燃越来越急 越来越胖 当那些下属还不停来问工作的时候 宋燃终于忍不住发了痛小脾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